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好 要开始?你已经录了吗? 已经开始录了 各位老师好 这次非常高兴又再度回到花莲 因为上一次我们是讲AI的部分 这一次就是讲大数据的部分 今天很高兴也邀请蔡依晨老师跟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这一次的是大数据 大家知道我们在教Squatch里面 对资料处理的部分稍微有点弱 就是说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像可以定义变数 还有像一维的政策或是清单的部分 但是对于像一般的云端资料库的连结 还有一些相关应用是比较少的 其实也非常感谢一些自由软体的人士 大家的一个努力 所以在OSEP上面就挂了相当多的 可以跟云端资料做一些整合 另外一个就是大数据的呈现 你怎么让你的资料视觉化的部分 也有一些应用 所以很高兴能够借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首先就是刚刚我们邱老师的网站 我们要帮邱老师打广告 邱老师的网站上面有今天的研习 所以大家到邱老师的那个 这一个叫创意天堂的地方 然后在他的右手边 这边的话就有今天的研习的资料 在下面一点 好对 那点击之后呢就会开启 那这一份是我们今天的简报 那另外的话 范例程式也请邱老师 帮我们稍微打开来一下 那我们就会根据今天的整个主题 然后就跟大家做介绍这样子 好那我们先到这边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问题 都可以找得到 好那欢迎老师就是把那个下载下来 就是范例程式 因为等一下可能来不及就是主意制作 那所以就麻烦大家 好 好那在大家下载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一些 做一些活动宣传 好在我们的简报上面有提到 就是我们有一个竞赛宣传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是配合科技部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是关于人工智慧开放资料跟物联网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贴一下开放资料的部分 那在这边的话有一个叫竞赛办法 那我们请范老师帮我点击一下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个竞赛 那这个竞赛也非常的简单跟容易 基本上就是老师带学生一起做 那老师可以带2到3位的学生一起做 那做一个作品上传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佼佼的内容 可以往下拉一点点 好那基本上就是老师把这个专案 用那个录影的方式 好那我们就麻烦蔡老师帮我们点击一下 就是影会佼佼就是这个程式打 还有一个简单的三分钟的解说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比赛这样子 那我们分成人工智慧组跟搭数据组 那上次如果有参加研习的老师 我们有讲到非常多AI的应用 那老师可以选择来那个 好那今天的话讲大数据 好那各位老师也可以听一听 我觉得这个专题你把它改一改 也可以蛮适合学生的一个学习 我想这个部分就可以参考一下 那佼佼的部分在另外一页 那作品佼佼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上传到这个云端 那也请蔡老师帮我们点击一下 那他会有一个表单 然后影片的部分就请大家 传那个YouTube连结给我们就好 那我们预计开始收件是4月15号 然后预计收到月底 所以也麻烦各位老师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以帮我们就是送件一下 那基本上就是以鼓励性质为主 就是老师如果有机会带一些社团的学生 或者是一些课程也可以请同学来参加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整个目录的部分 好那首先我们会用到OSEP编辑器 那今天会主要利用到的就是Google示范表的扩充功能 那大家知道就是其实在我们国中小推 有关于这个云端资料库的部分 Google示范表是最方便的 好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成本 但是有一些资料库的功能 好那这个之后呢我们会介绍一下 就是事实上政府有非常多的开放资料 好比如像空气品质资料 那这个数据呢是在云端 好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云 那这个是大家的那个政府的云 那我们怎么样去用它的资料为我们所用 然后把它到实惠局做程式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介绍 一个是空气品质查询 这个会用到环保署还有我们那个LAS 就是一般在学校有那个空气盒子的资料 所以这个等一下会带大家去来查询 好那另外就是一般的开放资料 那我们就会介绍政府事实上是有开放资料的平台 那最主要会用JASON的部分去做一个衔接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 好那前面的部分我可能就不再跟大家做介绍 好但是我们会需要各位老师帮我们现在先到一个网址 就是在我们的简报上面可以看到OSEP的网址 好那我们请蔡老师帮我们打开 然后各位老师就是看第一个 好这个您帮我们复制一下贴到您的浏览器上面 好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装案是在比较是Chrome的架构上开发的 所以它基本上具有一个跨平台跨载具 很多老师说那我如果用iPad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就可能请老师帮我们去装Chrome的浏览器 那如果你是Android Pen那一定就可以 好那就请各位老师帮我们把这个先贴一下 然后可以把这个加成你的书签 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会重复使用到这个网址 好那我们就先等一下各位老师 好那请老师帮我们加一下书签 因为我们等一下有多个专案 那可能会关掉再重开这样子 好那老师如果没有找到也可以举手中我说 好那在各位老师在就是开这个的时间 那我也跟各位老师稍微做一下说明 那这个是一个自由软体的专案 那现在跟我在现场的这个蔡依晨老师也是专案的成员 那其实还蛮多老师参与的 像新北市的陈国泉老师 那还有一位现在旅居在花莲的 我们早期的一个开发者 那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那个扩充功能的部分 直接扩展 看这里好 这样可能让大家知道 那上次我有稍微简单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我们早期跟资料有关系的 其实都是 都是那个Fred来帮我们协助的 所以往下一点 好今天大家会用到的几个 像Jason的 Lars的 好这个其实都是这个Gasoline 那就是Fred 他现在已经搬来花莲了 我们应该找个时间来跟他那个 他小孩应该现在刚才念国小而已 对对那他之前是Mozilla的一个工程师 他也是花莲东华大学毕业的 然后之后念完硕士再去工作 他现在又回花莲来 对然后你看到这几个 对不起开票 这几个都是他开发的 所以早期有关于像云端资料 互联网的部分 像FTTD跟Sinspeed都是他的 好那今天大家会用到就是Jason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会用到下面 这一个叫Google试算表的部分 那各位老师可以先熟悉一下 就是看到这几个图示 好 那蔡老师 蔡老师有协助什么 蔡老师的话他其实协助比较上面的地方 好那今天我们也会用到他 所协助开发的Google试算表的部分 好他这边是要让我讲 他也有图表的部分 今天我们也会用图表 大哥我觉得应该我操作 开玩笑开玩笑 今天的话我们会介绍他用图表的这个功能 等一下我们会马上先测给大家看 那另外的话就是Google Maps的部分 那这个的部分都是比较偏向 我们把大数据吃进来之后 我们怎么样让他视觉化 更容易去解读 对 好那当然他还持续在开发其他的 我们就不介绍 但是我们还是介绍非常厉害的国权老师 你看到这个陈这边CHEN 这就是陈国权老师 新北市陈国权老师 好你看到很多像硬体的部分 也都是他协助的 好那介绍完之后我们就开始 今天的课程就不太耽误大家 太多的时间了 首先我们要介绍是Google 试算表的部分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就 老师您可以看一下简报 但是我们这边带各位老师直接做操作 所以我请蔡老师直接到那个OSEP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现在都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都是一样的 好那各位老师请你先帮我开一下Google试算表的扩充功能 好那各位老师就到那边去点击选择扩充功能 然后这边这一个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等一下跟老师 老师如果有问题我马上就冲过去了 因为我们今天有蔡老师帮我们操作 好那点击之后 好就会看到像这样的 一个画面 那我们可能请蔡老师稍微放大一点 好吧我们Ctrl加一下 好那这样录的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那各位老师Google试算表的扩充功能是这样 我们会先建一个Google试算表 然后去跟他去资料连结 连结之后就可以把资料交进来在这边使用 所以我们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Google试算表 好所以各位老师就麻烦开启一下 好那可能就登陆各位老师的Google账号 然后呢在这边选择Google试算表 哎呦这崔老师有账号 好那各位老师慢慢来 因为可能如果你是用这边的电脑 好那还要再登一下好登一下 我是建议各位老师就登一下自己的账号 因为等一下我们除了资料读取 我们还会做资料写入 好那未来老师可能做物联网的部分 譬如说你的感测器抓到了温度 那你可能就要写进去 好就可以把它写在上面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稍等一下 好就不要用邱老师了 你要不要用你的 你先登登那个 你就直接用你的 等一下就那个 好那我问一下 对他稍微登一下 好老师如果有问题可以员个 好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的操作步骤 就是到Google这边 我们建立一个空白的试算表 好 好那各位老师建立好之后的话 其实这个会配合到各位老师的资讯课 老师其实也会教学生 什么是Google试算表 然后这里的话 可能就是老师可以填上你的 档案名称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配一点什么 花点点练习资料也可以 就是各位老师就是这个 你们会跟同学做介绍 好 好那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这边是第一列 好第一列 对 对 好那在这边的话 呃我们 呃我们有列跟蓝 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是先要做 蓝位名称 蓝位名称 好那蓝位名称的话 欸其实这样比较偏向刚开始先教写入 对对对 好那没关系 那那个我请蔡老师在这边帮我输入日期 好那写入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先讲写入 不好意思 这个是被保留下来的 这里被保留下来 因为你每次资料写入的时候 他会直接把你的时间点出器在这里 直接点出器在这里 好那第二个蓝位就是看老师可以自行定义 看你要什么 那你不叫日期也没关系 因为他不管你叫什么 他就是写在这里 好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就写今天的写什么温度 好没关系就这样可以 好那老师随便也 老师您先跟我们稍微做一下 先感觉一下就好 好所以现在呢 我们在这边建立了一个Google试算表 好然后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给一下蓝位的名称 好那先跟各位老师讲 这里是被保留的 好好来 那各位老师为了要在我们的Squatch 能够读这个资料 老师的共用就很重要了 好那我们点击一下共用的部分 那我们需要能够在Google试上 在Squatch上使用 所以请您帮我把他的属性 改成知道眼前的任何人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把资料写入 所以不能只是检视者 好我们必须要把它改成编辑者 好来那在这边等大家看一下OK吧 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各位老师呢 还可以复制连结 好然后完成就可以了 好 好 各位老师这个操作 就跟你平常在电脑教室 对同学上面是一样的 好 所以基本上在这边 我们要透过资料写入 大概需要一些资讯啊 那到底要填什么资料 老师讲不大重要 但是还有一个讯息是很重要 这个叫做工作表 工作表 因为他可以写在不同的工作表 所以他写入的时候 会问你说你要写在 这个连结的哪个工作表 好所以其实是可以多个工作表 那如果各位老师不改名称 他写divo工作表 就叫工作表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试着来做一下资料写入的这件事情 好 那各位老师我们就稍微往下滑 你现在可能觉得电脑有点慢 因为加入了那个Google Google市上表的这个扩充功能 好先停在这里 好先停在这里 好 那各位老师你会发觉 看到这里会有点骨沙沙 我们把这个稍微关小一点 好 有点骨沙沙 今天我们要做写入 要往下滑 再往下滑 再往下滑 好停在有星星开始的地方 在这里 对对对 好 看一下 好那我请蔡老师先帮我 把几个我们会用到的连结拿出来 这是星星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拉星星第二个 接下来拉星星第三个 好 然后往下再稍微一点点 这边有一个叫送出Google市上表资料 好我先先拉这四个 老师如果没找到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下 那老师可以稍微放大 可以稍微放大一点 星星的第一个 星星的第二个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写入什么什么的值之类的 好 OK 好 老师接下来帮我们一个忙 这个分享网址把它替换掉 各位同学 也不是各位老师之前的是 你的 他的 他是你把它换成你的 把它换成你的 你刚刚在借你的Google市上表的时候 不是把它开共用连结 可以编辑吗 那请各位老师把这个布置过来 好 第二件事情 确认一下你的工作表的名称 是不是叫工作表1 好 那接下来各位老师我们就玩一玩测试看看 那蔡老师就可能随便打 例如说 好 30、50、40都没关系 好 那 各位老师试一下 我就可以感觉 你可以帮我们生多挺一点的资料 没关系 你来位后续再加上去也无所谓 好 有些老师说 老师我不止这么一点点资料要写入 我其实还蛮多资料要写入 怎么办 好 来各位老师再拉 好 好 那再请蔡老师随便 可以 是不是这样 没关系 好 就这样子 好 好 那各位老师帮我们点击一下 这一个区块 好 那蔡老师帮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区块 好 好 那他就已经写进来了 好 老师您帮我们先检查一下 看你的资料 我们可以写 然后您可以检查一下您的日期 是不是 今天 刚刚 书目的 好 所以各位老师未来您有做一些目联网 或是相关的 你可以用这种 就是当你读入一些所谓的感测器的数值 你又可以将它写入 好 那这样 诶 你可以挥 也可以不挥 其实基本上 比较好的做法 是应该我们要做模组化程式设计 所以比较好的方式 是应该用广播的方式 然后它可能是你做完什么之后 再来记 做什么再记 做什么再记 这样子 好 这样老师OK 好 那老师稍微感觉一下 这个是写入的部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读取的部分 好 读取的部分 好 那读取的部分 我们是不是 呃 我们是不是 那个直接给大家 那个 档案来 来读取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范例 诶 我先看一下 各位老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范例 好 那我们直接用一个范例 哦 稍微有点跳的比较快一点点 哦 好 所以我们直接写一个这个 好 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用刚刚那个试算表 好 各位老师不好意思 我们回到你刚刚自己的试算表 好 那我麻烦蔡老师帮一个忙 它现在温度 对 对 然后这边的话 是不是你要再加一点资料上去 好 那蔡老师他 先直接在那边帮我加一点资料上去 诶 其实不用那么多资料 我其实只要你帮我写个温度试度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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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的话 随便帮我填个数值就好 那也不用塞 无所谓吧 好 也可以的 你把它删掉也可以 哦 我删掉 好 好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各位老师 没关系 你刚刚上面是什么资料都无所谓 都无所谓 只是蔡老师他比较那个 比较亲密一点 好 假设今天你遇到一个某人的Google试算表 你要把资料读过来用 你怎么去 好 那各位老师看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设的权限已经设到最大值了 我们已经设到最大值了 所以人家事实上是允许别人去读他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把资料吃进来 好 那吃进来怎么吃呢 我们回到刚刚这一个 好 那刚刚老师注意一下写入的时候是要用信号 那我们看一下 读取 好 那读取的部分 各位老师我们从Google试算表的第一个 把它拉进来 好 那这里各位老师帮我打个勾 我们从Google读取的Google资料 好 我们在这边等大家 好 等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师如果OK之后 我们稍微请蔡老师帮我们的萤幕稍微说小一点 好 当你把这个打勾之后 你就会看到你的舞台区会有像这样子的 不过他现在跟你讲他没有抓到任何资料 对 好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麻烦 呃 老师这边再帮我们点击一下 好 对对 不好意思 要先把你的那个共用连结先复制过来 好 好 然后各位老师帮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等他 读取之后要花一点时间 老师看一下这个值是不是你的值 对 那就吃进来 好 那其实在我们的整个OSEP Squatch里面就是透过像这样的方式去做资料的写入跟读取 那这个部分应该是国权老师弄的 那这是我最钦佩他的地方 各位老师知道就是我们要用Google的任何的服务都是要钱的 就是类似像API的方式去借接的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弄都没有任何钱的问题 至少他没有跟我讲到任何钱的问题 所以这个部分是蛮不错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稍微回到简报的部分 我们跟老师稍微过一下 大概我们的内容 大概我们的内容 好 那在这边的话 各位老师我们稍微看一下 那蔡老师我们就全画面没关系 再往上 再往上 好 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个功能里面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就是类似像这样 就是说我们需要用这个积木来去连结 然后能够抓他的资料 抓他的资料 好 那在这边有几个重要的程式功能 也跟各位老师做一下介绍 好 来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能够抓他的资料集 然后另外能够抓他的弟子集笔 好 那这里我们是不是先把我们的资料表格 先稍微处理一下 好 那这里各位老师可以看就好了 可以看一下蔡老师怎么操作 好 蔡老师现在在温度湿度都 帮我多加一点资料 好 那这里的话就有所谓的笔 好 现在蔡老师这个资料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一张表 这一张是工作表里面 他的第一笔 好 所以各位老师这里就有点比较不好意思 那虽然是写的是二 但是算是我们的第一笔资料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二笔资料 这是我们的第三笔资料 这是我们的第四笔资料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如果要把资料读进来之后 我们如果要值某一笔 或是要搜寻某一个资料的时候 好 那这个就会需要了 好 那在这里各位老师 你就要记得您当初的命名 是什么 你的温度 你的湿度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OSEP 我们也操作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好 那我们请蔡老师稍微萤幕 稍微缩小一点点 好 好 各位老师第一步我们先连结 先抓资料 好 抓资料 好 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可能 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 呃 我们加一个事件好了 好 那这老师帮我们命名就是连结Google 都 Broko 途取Google 试下来都可以 好 ok 好 那各位老师第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要来抓资料 那我们要来抓资料的第一笔 好 老师先看一下这样的逻辑可不可以 好 那各位老师就是我们现在先把资料寸进来了 读进来怎么检查有没有就是看这里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读取第几笔的资料 那各位老师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程式码 那这边是Google的笔数 资料的笔数这个帮我先拉到旁边来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就先停到这里 好老师我抓了这两个 好这两个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这一个 好我们先读一下Google的资料的第几笔 栏位名称什么的值 好来那我们回去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资料 对不对好资料里面有温湿度 好那那其实不用切了 好那有温度跟湿度 所以这个要请小朋友要知道确认 好那接下来我们回到程式码 好在Google资料里面包括放资料 好那第几笔因为是写实的 我就是要第一笔 那各位老师未来可以写活的 好那例如说假设我们要第一笔的温度 好那我们在这边等蔡老师 好那这个温度就一定是要那个栏位名称 好那各位老师我请蔡老师再执行一下 好了那往上面 蔡老师可能往上面再录取一下资料 好点击抓好资料 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一个 好他就抓到 好那我们请我们的角色说出 来说出 说出第二个 好,來,我們看一下喔 好,那這裡的話,我們請蔡老師再幫我們執行一下 好,那各位老師,我們先把這個畫面留在這 那我就請老師幫我們執做這一支程式試試看 那蔡老師那邊可以稍微小一點 那邊的靈活畫面,這個可以小一點 好,這個給老師看一下 好,這個部分事實上是透過我們剛剛用的Google試算表的功能 所以就請蔡老師稍微往下一點到Google試算表的功能 好,那我們再跟老師講一遍 首先第一個請幫我抓第四支就可以 請抓第四個資料就可以 然後再把補取的Google資料塞到資料的地方 好,然後第一名,然後想看老師要讀什麼的欄位名稱 然後你都可能不叫溫度,你可能是10度,都沒關係 好,那其實你一點級,它其實就會把 就是它會把那個值交進來 就是首先是你要先讀進來 這個有值之後,這邊才會有對應的值 好,這裡是裡面最大的關鍵 這個OK之後其實如果老師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那看一下老師可以抓得到 然後抓你自己的四算表 你的欄位名稱也可以去改 然後也不一定要第一筆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第二筆 第三筆都沒有關係 好,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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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台中读取的悟空资料 当有显示资料的时候 小字幕经验解析空 接着制作英文单字练习的程式 电脑会询问英文单字的拼法 检查答案事况正确 并给予回馈 现在我们来练习英文单字 显示的中文单字叫做 苹果 苹果拼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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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提示球 然后这里拼错了 然后他会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叫bo 还可以加入计时器 进入比赛模式 这样子就可以和同学进行PK 看谁的英文单字比得比较好 现在开始我们来进行英文单字测验 时间只有一分钟 我们要拼出许多的英文单字来获取分数 现在我们来即时开始 经过这一次测验 目前的分数获得13分 接下来请跟我一起学习这个单元 到清单里面去 然后再做处理 那现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非常简单的Google试算表 比如说老师今天要叫同学背的单子 跟之前不大一样 然后他就可以换 好 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请老师帮我们拍一下 我们的范例程式 那我们就从范例程式这边开始走 好 那各位老师就是到档案的地方 从你的电脑挑选 好 那刚刚请这位老师下载的部分 我们先从第一支开始看 好 就是在这边有个叫自学小帮手 好 那各位老师点击之后 请你帮我们看第一支程式 好 然后第一支程式之后 各位老师就是帮我们做开启的动作 好 那我们在这边等各位老师 好 就是自学小帮手的第一支程式 第一支程式 好 自学小帮手的第一支程式 好 那赛老师现在目前已经帮我们开启了 好来 各位老师我们就稍微开启了 好 跟大家 好 这里呢 会帮我们把刚刚的部分 再帮大家稍微再复习一下下 好 复习一下下 好 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又用到云端的资料铺 第一个就是要连结 好 连结 所以各位老师看一下你的右手边这边就有一段连结的部分 那请各位老师把这个网址布置起来 好 那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看了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先贴到我们的 好 那因为它本身能够让我们检视嘛 所以它是分享出来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读的 好 它就是一般老师要叫学生练习嘛 所以它就可能把今天要配的单词 或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题目就放在这边 有英文跟中文 你可以看到它在软位移成 大概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词法 好 来 那我们就一步一步来执行 顺便借着这个部分来复习一下 好 那首先各位老师先帮我们点击一下 这一个 不要点密集 好 OK 直接帮我们点一下这个事件 好 那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读进来 好 那这边的话有两个 好 那看一下 好 那各位老师帮我检视 是不是资料有读进来了 好 读进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步 第二步 各位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 第二个它是说 我们要读取第一个 第一笔资料的英文的值 那我们先看这第一笔资料的英文是什么 好像是cat 对不对 所以它要能够抓到这个cat才是正确的第一笔 好 来 那各位老师我们回到程式嘛 好 我们可以执行 那这里的话它会做缩出 好缩出 好 那各位老师可以看到这边就有一个cat 因为它只有两秒钟所以就有编转这样 诶对 诶对 老师看一下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好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跟英文练习有关的 所以它这边有用一个扩充功能是文字转语音 好 那如果各位老师之后要找它的话可以到扩展 那这个是switch的官方的文字转语音的功能 好 就可以把这个文字给它 它就自动帮你翻成讲式当格话 好 所以在这边呢 其实我们就是把这个程式嘛 贴给它 好 譬如说我们的第一笔的中文 第一笔的英文 好 那我们请它面面看 其实也还蛮不错 猫猫 cat cat 好 类似像这样 那老师你也可以去改它的数值 不要第一笔 你可以把它改成第二笔 好 可以了 第五笔 因为我们这个资料比较好 去 去 更 更 好 好 那就请老师看一下 所以我们其实透过一个非常简单的连结 然后抓出某一笔资料的对应的栏位置 其实就很够用 好 其实就还蛮好用的 对 对 好 好 那如果老师可能要来个surprise 想要随机取数 比如说我们任何随机取一笔 好 那这里的话其实它就会牵涉到随机取数需要一个棒的 就是你的几小值跟你的吉他值嘛 这是在一个区间对不对 好 所以各位老师我们先看一下在运算的地方 有一个随机取数的积木 好 随机取数的积木 随机取数的积木 我们请赛老师帮我们拉一下 好 那当然我们的资料是从第一笔到最后一笔 老师您看到我们的第几个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个有一个叫Google资料的笔数 好 但是他这里你要先把资料丢到里面 他才可以算笔数 好 所以我请赛老师先不要急着黏在一块 你先分开来 对 好 那我们把这个读取的资料拉进来给他 好 那各位老师可以稍微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这个积木 所以他跟你讲这里有17笔 好 那根据你丢进去的资料不一样 他的笔数会不同 好 所以他这样就会很聪明 你就不用写死的 好 也不用说去想说我一定只能写 有多少笔的一个资料 才能去随机取数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丢进去 好 那赛老师就可以帮我们点击一下积木 他每次随机取数都不一样 随机取数都不一样 好 那我们在这边先等 先让老师稍微看一下 好 所以大致上来讲 Google试算表大概就是一二三四 这四个大概是我们最常用的 好 就是我们要去读取资料的时候先连结 连结完之后所有抓到的资料在这里 它就变成是一个变数 好 那接下来你可能想要知道这个资料集有多少笔 好 接下来如果你要抓某一笔资料 好 那其实用第四个 好 到这边先停一下 好 大家如果这边OK了就已经赚到了 真的赚到了 好 我全老师闲 对 真的很赚到 因为大家都用Google试算表 他读资料 大概就这样 好 大家看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支程式 这支程式 其实各位老师绝对就没有问题了 它其实只是把我们随机取数的这个东西 就是它现在处理两遍 因为它有个叫资料比数 就是把刚刚老师的这个比数的部分把它存成一个变数 就是17这个比数存成一个变数 那接下来的话它的随机取数就是取1到17之间 就这样 好 那接下来一样也是念出 只是之前我们是写死的 是写1 2 3 它现在就放到随机取数就这样 也没什么那个 所以各位老师 如果您之前也都在上Squatch 这个部分应该是OK的 那我们现在请蔡老师帮我们执行一下 大海 Ocean Ocean 好那直接站 猪 猪 pick 猪 猪 pick 他就可以根据你的资料 能够随机的来抓资料 那这个比较偏向是测验模式 就测验模式 因为你考试的时候 不喜欢从头地底 考到车位置都一样 你可能希望A同学考的时候是这样 B同学是从 就是考另外一组 好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停一下 看一下有时候OK 说出的念出有什么功能 说出的话它是用的是外观 外观就是那个角色 它在上面会写的Cat 那念出是用刚刚的语音 它是一个扩充功能 所以那个拆诊我们要到扩展这边 好 所以各位老师看一下 你用的这个C1 还要在外加才有这个 但是这个超好用的 我们等一下我们刚刚画评 各位老师 稍微展示一下 OK 所以这个蔡老师你可不可以撕一下 譬如说你这边念出 Hello Hello 对 好 那这个更好用是跟着翻译一起用 来我们就把翻译拉出来 翻译在扩展功能这边 好 如果各位老师 你未来搭配的语言老师 这个就非常好用 好 例如说你可以请他把某个 对 翻译成 日文 然后再叫它把它念出来 然后你设定你的 念出的语言为日文 上面这个译出的部分 语音设 诶对对对 语言设为日文 翻译也蛮好的 こんにちは 对 就是可以做一个 中国语言的部分 对 所以如果老师 未来搭配的是语言老师 第一个他可能会需要有各种不同语言的部分来做处理 对,那你除了可以让他念出英文念英文 你可以让他,譬如说小朋友只会中文 那个我们试试看 譬如说假设他只知道某个中文 譬如说翻译的部分 那他 对不起,蔡老师 所以我们基本上他的翻译的文字 譬如说是你可以打一个中文在这边 譬如说你好 然后把它翻译成 可能其他的语言可以找一下 对,冰岛文 然后把它念出嘛,之类的 这些都可以 这些都可以 好,那就可以 那语言就要设文冰岛文 这样他会念出四横的 不然他会念出很憋角的冰岛文 好,那这个部分 呃就是 跟老师讲可以用 好,那蔡老师大概要找一阵子 所以我就不找了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用 是我上次讲的 大家还记得了哦 好,没关系大家都不记得 是那个国权老师做的 好,那他这个也是部分是AI的功能哦 就是AI的语音转文字 好,这个的话就是老师有时候 要验收学生语言的成果 好,那点击一下 好,那这个的话 呃我们可能需要稍微清一下画面 欸,那我请蔡老师这边 我们重新开一个新的 好,也可以 重新开一个新的 好,那上我们开一个新的 我们ufresh一下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 好,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老师 你要知道你的语音要设文写的语音 好,然后语音辨识开始 好,然后还有你的语音文字 就是最下方卡工 好,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把画面先瞧这样 好,那他这里的话 就会有这个语音辨识的功能 那我先执行一下 然后他会用到你的麦克风 就允许 那是蔡老师想教的 好,好,好 呃,你好 好,那我们换一下语音 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 我们先电视 好,那我们换个语言 那我们换个语言 语文,好 我们又把语音辨识在电视语文 好,他就可以仔细 好,他就可以仔细 好,再来一次 好,再来一次 你现在 你好 你好 你有帮他听吗 你好 你好 好,那这里的话 就跟各位老师说明一下 会不会配合语言老师 他可能会需要像 他念出这个语言 翻译 然后另外一个语音辨识 那我们这个语学巧合手 就可以帮他做一个出题的动作 甚至就是让他做练识 譬如说有时候他要被二十个干字 那你就让他流过 他就一直停 好,如果说 Ocean 大海 那个什么 Pink 然后 Dapple 蘋果 Cats 好,那接下来就往下了 好,往下的话 我们要看第二个案例了 第二个案例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练习模式的案例 就会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奇迹 好,那我们试一下 好,那我们试一下 好,那在这边的话 请蔡老师 可能我们画面整个变小一点 好了 你扛错的剪一下 好,那我先说明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我们会先连结资料库 接下来呢 我们要一笔一笔的 请他帮我们 去读取单字 好,我们先看一下 读取单字做什么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里 好,他就会去设两个变数 把那一笔资料的东西 把它存取过来 好,那接下来 第三步 拼出英文单字 这里就是一个类似像测验模式 他就为混学生说 请拼出正确的英文单字 好,那学生打了这个字 他会去把它存在这个变数叫答案 接下来他都会去检查 看这个答案对不对 好,那各位老师 像这样子在固形的设计 应该做很多 特别是我们稍微往上一点点 停在这 问问题 抓答案 检查答案 对不对 这个可能各位老师 之前停在交上会去一定有交过 只是说 现在你要跟谁比 他的题目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这个可能会比较麻烦 好,那第二个部分 比较麻烦的是 我要从第一笔资料 准行出给他 那这个就会用到 我们城市设计里面的Fore圈 就要从第一笔开始 那这里的话 我们直接先请蔡老师 帮我们直接写一下这个程式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蔡老师可以不用看这里 我们直接到下面找一个地方 或者是旁边找一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 首先我们要先连接的资料库 老师您先看 其实已经写在上面了 诶,那个 等一下 您在 您是外里的西岗吗 没有没有 好,那我们先把那个 连接资料库拉过来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停在这里 首先第一个 当然你要连接你的资料库 那资料库也是刚刚那个资料库 好,那连接完之后 你要从第一笔 第二笔 第三笔 第四笔 这个怎么来做 好,那在这边的话 那各位老师 我们破违圈 第一个你要需要知道这个资料的迷数 你要从第一笔 爬到最后一笔 所以这边我们会需要一个 这个Google资料的资料迷数 好,那基本上我们要跑一个违圈 所以在这边的话 各位老师 你先把读取的Google资料拉进来 这边就会有一个迷数 好,那在这边我们还会需要一个变数 叫做编号 这个编号 这个编号会从第一笔 一直跑到拼配器中射 因为它反而就是编号 我们编号把它射为1 好,那我们开始写下我们的过违圈 我们过违圈再下面写 好,再下面写 好,我们找一个比较通话的地方 好,过违圈对国小来讲蛮难的 过违圈其实会用到控制的地方 重复四处 好,那重复几次 重复它的下面 下面几次 好,例如说它五笔就重复五次 七笔就重复几次 好,那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从第一笔开始 好,第一笔开始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 让它来做一个念书的动作也可以 好,来,那我们 好,那蔡老师要用这个 好,可以 好,念书 所以它必须要念书中文好了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从我们第四个 好,老师 我们慢慢来 好,那Google的资料 一样就是读取的Google资料 好,那第几笔 第编号 好,那我们要读中文 还是读英文 读英文好了,好不好 好,那如果是读英文的话 最好在上面 我们的念书是把它 语音调成的英文 语言设计的英文 这可以放到最上面 不用再重复语念 这样就只讨论好 好,老师先感觉一下 那每次讨完 我们的编号要加一 好,这个是破违圈 基本上在国小很难 但是你在国中 都会有交到那个正列的部分 就是算是一个正列的基本处理 好,我们先停在这 看老师 我们先把我们的模型讲一下 首先,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设一个编书叫编号 那编号最主要是对应整个资料的笔数 好,那刚开始第一次考的时候 我们就试念编号一 考完之后 改变 改变 改变二 然后之后再 再回来 好,一直重复正正的资料笔数 那为了要程式运行比较好 最好是可以有个等待时间 不然的话它会太矿 好,所以我们可以等待个点三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蔡老师来帮我们实习一下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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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Apple B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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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Fish Go Go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程式 我们先停一下 所以老师你也可以让它念中文 念英文 然后是交叉念 那中间 你要是画这个中间的秒数都可以做 你要的证 那 我们是觉得那个违克承的自觉小包丑还蛮没错的 就是 有时候老师啊 可以叫 叫我们小老师 那小老师可以不得去编这个英文单字表 然后他们每一组 譬如说今天我们还听听第一组的单字 那老师就可以直接把连结的Google Cat 的连结换掉 就可以听他们那一组的 然后这一组 就让有他们的Google Cat 我们就接他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应用 我觉得可以跟那个女人老师做一下结合 那也可以 也可以 如果有些人都要想这种配合 或是像这种的话 其实都还蛮好玩的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那个招牌是蛮不错的 那这个我们讲大数据的部分是各位老师自己的资料 好自己的资料 好 那我们大概就有讲到这 那接下来是那个比赛模式 那比赛模式 那比赛模式其实是一样的 他就是在那个时间点答会 然后做期的 那如果老师有兴趣 老师再看这一个 那我这个地方我就不远迟了 好 那所有的教学资料 在那个维课程都有 他整个就是他的讲义啊 还有他的整个教学的流程 所以各位老师其实你往下滑 他每个步骤都会有教学的说明跟影片 好 那我们请赛老师帮我们往下滑 好 所以他每个步骤 可以做到连接 然后他就会一步一步的 然后他会有影片的素材 然后上个老师的影片直接用车来上 好 就是跟着做 这样 好 老师这样可以吗 多少问题 可以吗 好 来 那我就继续了 好 各位老师 大家这是最辛苦的 接下来都辛苦 因为接下来要用别人的资料 这是别人的辛苦 好 那首先我们要先介绍下一个资料 那这个的话 我们就来先看一下一个影片好了 这个我们要讲大数据 大数据 大数据基本上我们用到的是 证明的开放资料 证明的开放资料 证明的开放资料在里面多 好 那他通常会有一个 线接的一个ADI的一个光石 让我们去做一个连接 那这边的部分 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 我看一下新助老师的部分 好了 好 可能大家都知道 清助 清助还蛮喜欢试镬坦 呵呵呵 大家蛮多的就可以了 我看第二部 好 这样讲 现在我们学校 应该播 你现在还可以干嘛 我們今天來這邊找一位老師啊 老師? 嗯 沒錯 他就是自律推動PM2.5開放資料應用的陳老師啊 你說這個嗎? 嗯 是的 在曾經做社推動的下 應該是有許多的國小都應用 這樣偵測PM2.5的裝置喔 對 當然啦 吃苦一吃 馬上去找陳老師吧 GOGO 陳老師好 你好 老師不是不知道 陳老師了才知道製作團隊很高興今天要來拜訪你了 好 那你們今天要了解誰呢 陳老師剛剛我們在網條旁邊看到你們做PM2.5的裝置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好 那個裝置主要就是 讓小朋友在下個室會穿檔的時候 他可以看一下現在的空氣品質狀況 然後小朋友會決定 他們要出去外面玩 還是可以留在教室 喔 那可以請老師跟我們解釋一下 那個裝置的運作原理嗎 你們看到的其實只是一個電視 那他後面其實一台電腦連上訪問 那 再 我們用 加小朋友用程式 去抓取訪問上面的資料 然後 再透過電視審視出來 開放 那老師可以帶我們去 我們現在 看你吃的開放資料嗎 好啊 謝謝金豬老師 好 那我們就趴他了 好 好 來 現在基本上就是 他其實的原理就是這樣 他事實上是連接雲端的資料 好 那連接雲端的資料 我這邊有點拉哩喳喳 所以我們就不用這邊來講 我們先直接看一下我們的 OSCP 好 那各位老師麻煩你喔 就讓我們直接重新載入一個新的 所以最好是 重新載入 那我之前的那些過充功能都不用 好 這樣重新載入就會 就會重新載入 那我在這邊等 各位老師 好 各位老師 好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用到這個 NAS的過充功能 所以一樣 就請蔡老師 幫我們 開啟這個 擴展 然後看一下NAS的部分 好 NAS就是那個 Brad寫的 好 那他蠻厲害的 他 跟他講是麻鞋過來了 好 安理一下 好 那我們到這邊 他寫的非常的簡潔 他非常的簡潔 好 我們看一下 好 那基本上就是政府 其實有些資料在網路上面 然後 那我們透過箱 他的機目就可以直接抓 這個是很方便 他整個進階都埋在後面 所以小朋友 我們不會看到他是 什麼樣的做簡潔的 好 那首先第一步 我們的整個程式碼 分成兩段 好 各位老師看一下 1 2 3 4 這4個 是屬於空氣盒子的資料 好 那等一下我們會看 各位老師在你們學校都有空氣盒子 之前那個應該是 那個是一個行政院的一個案子 然後現在已經沒有再繼續了 對 所以很多學校現在的空氣盒子死掉了 那各位老師 因為有時候你如果要用空氣盒子 會很辛苦 他有些在學校 他就直接抓空氣盒子的資料 那想記住老師就做那樣的 那下面兩個是環保史的資料 好 所以我先跟大家講 這邊有點疑問 那我們先來試一下這個部分 前面1 2 3 4的部分 好 各位老師請你幫我 其實你先拉過來 然後拉過來 然後點一下 他會開一個網站 那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空氣 空氣品質監測的部分 好 那我們等大家想一下 好 那這個部分最主要是方便 各位老師來做查詢 那我們先點一下花園 好 我們先看一下 現在目前各親自的空氣盒子 都慢慢回來了 因為之前那時候 潛灘 潛災進化那時候有補助 那他有一個免費的網路 可以使用 那後來前瞻目擊中之後就沒有了 好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跟查詢 蝦花園全部 來做一下搜集 做什麼比較好 做一下搜集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像 目前的這個空氣盒子的狀況 一些學校都沒有R 好 一些學校就有R 對 那在整個資料裡面 你可以看到他會給一些相關的數值 好 那這是我們可以拿來做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 譬如說這個明立國小 明立國小 明立國小有一個空氣盒子上線 那我們需要知道他的ID 你們才可以查詢他 那透過這個ID 我們可以查到什麼呢 我們可以查到他的 他的DN2.5現在是18 他的濕度 還有他的溫度 好 那但是因為現在空氣盒子都有點不秀 所以你會發覺很多人的濕度都是百分之百 可是我們用一下子 今天花臉還蠻不錯 所以代表是濕度 我們可能就花臉了 所以這樣 好 那如果看起來DN2.5跟溫度看起來還是可有這樣 好 那各位老師現在幫我們查一下你們自己心理的哪一個點 有人就想說一下我們學校 或是我們學校都請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帶學生做一些探索 然後就是那個點附近的有一些工廠啊 或是有一些什麼不然源 或是你想要特別知道我們的能工廠平址的部分 可以做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蔡老師幫我們選擇從學校 好 那蔡老師幫我們選擇從學校 那蔡老師幫我們選擇從學校 那從學校 目前看起來DN2.5是13分 然後溫度呢 就有大概30多度 好 那各位老師先幫我們複製一下他的ID 好 那你不一定要從學校 但是各位老師你要注意你是哪一個學校 好 那現在我幫你做一下查到數值的ID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會做我們的OSEP 好 那各位老師你看一下 大概這個基本的一個程式下都是這樣 首先第一個我們先拉第二個程式嘛 叫設備編號 然後我們把設備編號換掉 換成各位老師您的設備編號 好 那我這邊稍等一下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程式寫法 比較好的程式寫法是 當收到納死資料時 因為當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其實會去戒接他 戒接有時候沒有辦法 好 那這樣可能比較好 當他戒接完資料讀取好的時候 他來執行下面這一段程式 好 那我可以讓我們的小老師來做一個說出 好 那我們要說出他的什麼呢 好 那這個就是因為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的話可以拉 好 來 那我先在這邊等大家 那各位老師 整個校老師選單 有很多不同的詞 那我們就先選擇 1按2點5 老師要選擇溫母或其他點5 OK 好 那我們在這邊等各位老師 好 那如果各位老師 他已經可以開始執行 好 執行的話只要點這邊就要好 點上面的設備點好 好 你可以在 不要給你看一下 老師是有陳奧琦 蔡老師 等於蔡老師不用拔 OK 好 那你幫我點擊一下 好 你看剛剛原來他說他是黃黃的的時候 他在那邊執行之後 他要跑到這裡 好 然後之後他顯示出來 好 希望目前是十二 所以我們可能還要回退一下 好 好 那其實在網路上的資料 他會隨時的更新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請教老師也refresh一下 好 可能他現在更新成十二 因為他要抓現在的資料 對 好 所以他 他會 他這數據不會跳 但是很不錯 好 那各位老師你也可以是不是 好看一看 假設你們學校也有空氣和尺 但是空氣和尺只有抓現在的 可是你想要做的起路 譬如說你們學校早上中午晚上 好 那你就可以透過這兩個層次做街間 把他寫入到波口四川 對 對 類似想要做 好 那你就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抓牌 對 好 這樣各位老師OK 好 那如果各位老師OK之後 就想看第二個資料鋪 好 那第二個資料鋪 我們會用到環保鼠的側站 好 那我們只會用到這兩個 好 所以我們就學校老師 可以直接抓去管裝 好 好 好 那環保鼠的側站 其實你就是拿到哪個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個其實 最主要就是給老師知道 我們目前的側站有哪些 好 因為如果我們直接問老師說 媽媽我有側站 側站那個側站 我怎麼知道是哪些 對不對 好 來 那接下來的話 可能可以讓學生選 那這個的話 他就必須要一些地名的知識 有的時候他不知道哪個東西在哪 哪個地名在哪個現實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跟各位老師的 那個所謂的自然課 課去做結合 或者甚至社會 可能可以做結合 好 那各位老師我們剛剛拉出的 第一個積木 對不對 好 那其實這個用法很簡單 它是一個下拉式的選單 好 就有把剛剛那些環保土 正在那邊拉進嘛 好 那譬如說假設我們現在想吃到花蓮 這裡的空氣土持 那我們就考考 蔡老師了 好 誒花蓮做一個額色 這樣嗎 再看一下 花蓮做一個額色 這樣 好笑 好像不准一個 一個欸 好 好 那麻辣蔡老師就點擊下這個 金木 然後他抓出來他的AQI 好 那各位老師AQI跟B2.5 有時候換算 等一下 我可以跟老師做一下說 那除了AQI之外 他還有其他的數字 再老師我們看一下 好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跟他 他有B2.5 他B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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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是B2.5 他B2.5 他B2.5 好 好 好 那各位老師先 先試一下 好 好 那我想各位老師 可以透過上這樣的專案 其實就可以知道你在地 還有一個比較大胖和區域的空氣品質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來介紹一支 我們就直接講最後一支 好 好 在我們的這個空氣品質查詢的部分 各位老師都很簡單 那裡面的話當然有其他幾支層次 各位老師 可以參考 就是讓你查詢你們學校的 或是查詢某個地區的 好 那在這邊 好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看一下第三支 對 這支我們先看一下 因為這個可能會老師 這個是新度老師學校 大概就是用這樣的程式在內座 讓我們看齊下 好 好 那在這邊我們稍微讓我們請報 老師在開的過程 我們稍微請報 從下 剛好是大概遲到 好 那我們到那個 空氣 空氣 就是往下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空氣氣的部分 好 那我們稍微往下 一點點 好 好 來 那我往上停在這裡 好 各位老師 其實你們有被要求要在學校 因為資訊老師也管這個 因為他是資格式的企劃 我不知道 對 資格式也負責這個 所以 有些學校會繼續畫像這樣子的棋子 那經濟老師就是透過電腦的螢幕 來做顯示 那他有所謂的綠華 橘紅 是 像這樣子 好 他在偶像 好 那其實這邊的話 這邊有不同的版本 那大家 像我們有把那個 第二會聯誉 UIL的對比詞 好 那如果 如果各位老師抓的是 空氣盒子 那就有第二會聯誉 我們可以再做洗掉 好 那早期的時候 我們抓是抓到別的地方 所以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支程式做什麼 好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程式畫面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還是要麻煩 教老師幫我變小一點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整個程式的過程 好 這個 這個很簡單 不會太難寫 好 好 第一個部分的話 當然 各位老師要確認 你的空氣盒子 是要提供哪個編號 譬如說 這是你們學校自己有一支 那你就可以抓那個編號的空氣盒子 就把這個詞抓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抓到這個詞之後 你就會去想說 那要舉哪一個旗子 是什麼顏色的 是綠色黃色或是其他顏色的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根據這個P2.5的值 來選一次活動 而且 譬如說現在是適合到 是外圓的活動 或是現在是不適合的 好 所以各位老師再來 知道這個程式度是這樣的 好 那這個程式是補償可以寫的 好 不會太難 所以等一下老師看一下 好 第一步抓你們學校的PM2.5 長度就像這樣 你給他編號 然後之後設一個變數 把他抓到的PM2.5 把他錄起來 就這樣 所以這是我小學生是可以固改的 可以喔 收門喔 可以喔 就是只要老師告訴我們學校編號是什麼 然後我就設一個變數把它存起來 所以它就會是一個數字 例如說134218之類的 好 這個OK了 好 那我們這個程式裡面有兩個角色 一個角色就是公平期 好 那我們看一下公平期的造型 看一下公平期的造型 好 那這邊的話也會有老師能夠用 他把各種造型都放進來了 好 那老師您應該沒問題 我根據我現在的決定要出什麼造型就好 好 譬如說我現在的這個PM2.5是屬於這個所謂的危害 那我就可能要放出這個所謂的危害的造型 好 如果我現在是良好或普通敏感 然後又是sprout式上的方式 就這樣 好 那這個造型呢 也有造型的程式 好 那我們看看這個程式 好 那這個造型是多小 嘿 好 這樣也可以我們直接看一下 那這裡的話 各位老師就是 在多少這個部分應該是可以的 就做一下表現的部分 表現的部分 好 如果怎麼樣就切換它這個造型 那如果怎麼樣就切換造型 只是這個部分有時候蠻煩的 嘿 就是說像有些是 它有一個小時大時 它這個命標在中間的話 這個要一個前 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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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同樣的角色的部分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的這個直之間 只是它說出的話 是那個 這個他們那時候在病的時候 就這個範圍就是正常路外不動 好 那有一些就可能不適合了 好 像你們在老師幫我們在講 可以那個再怎麼樣這樣講 好 那如果大家都OK的話 我們是不是請 塞老師來幫我們展示一下 好 它這個層次執行的還蠻快 它現在抓到這個點 第二點是死 所以它給它一個良好的空氣 領直旗幟 然後可以做正常路外不動 好 那老師您也可以試一下 把這一個 剛剛在你的舞台上的那一支程式 的那個 看一下舞台的這支程式 在往這邊 你把你的設備編號畫一下 然後看看這支視頻後 對 所以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好 那這支程式就蠻適合過 如果學校的那個比較深訊化的感覺 好 那就可以在學校的大面試裡面 用這個東西去查一下 好 那大家可以試一下 所以這個的話 如果感覺現在是良好 良好還是很可以的 我現在不覺得看得到 好 那在問老師試的時間當中 我們稍微給老師看一下剪 好 再剪到我們稍微 前面一點 這個是有關於這個 學校的空氣核主計畫 所以你不要這樣跳 肩膀膠 對 然後稍微找前面那個 對 這個的話是這個 好像是中演員員的計畫 這是各位老師學校的這個空氣核主的部分 然後它是透過前瞻的部分 來做一個運作跟管理喔 好 那如果目前來講的話 現在很多學校的部分 可能會有一些問題喔 那我現在是幫金豬老師 來做一個運作跟管理喔 就是找工作沒有 就是如果你們學校的空氣核主 沒有在線上的話 你可以跟他做一些運作 因為前瞻他可能就是 只有剪定的年限 所以現在已經2024了 所以已經超能用 所以如果各位老師 你常常去要爬上爬下的 你們校長能夠 叫你喝 就把空氣核主理一下 那你先找一下 你們學校的空氣核主在哪裡 據說應該都是在沒有 沒有應該就是會有遮遮遮遮的地方 不會都在外面被捕 所以通常應該是在 一個地方室內這樣 譬如說什麼教室的 然後一定這樣 但如果各位老師有問題 這個有問題的話 可以看一下這個部落 可以行的嗎 因為我想各位老師都覺得 這個空氣瓶查詢還蠻不錯的喔 所以那個 然後這個的話是竹林資訊站 然後它下面應該有一些聯絡的資訊 你可以 它有講怎麼去重設 如果你發覺那個網路 那一台網路沒有連 沒有網路 那你可能怎麼連 它上面有一些步驟 然後連完之後 你必須要去跟這個訓州的客戶做練習 請他媽媽做一些設定 這明顯一定超出我今天的練習 所以各位老師可以就是連那個網路 然後你先看看你的操作 那老師還要猜開來幹嘛的 對 看起來有點 有點 有點即時期嘛 不過自己的學校 如果有一個空氣的兒子還蠻不錯 那學校很難就有網路嘛 然後他就連到他手 跟著學校網路 好 那這個部分就有提供 經濟老師的這個理由 好 那有關於這個空氣品質的部分 我們講最後的應用 最後應用其實是搭配這個 整個資料式原化的部分 就是讓我們拿到那麼多的數據 其實很重要就是要有感 要有感就要看得到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最後的提示 好 各位老師這個地圖可以留著 如果你要做資料式體的話可以用 譬如說在台灣的各地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縣寺 然後或是什麼地方 他就要做一些呈現可以用 那這裡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那個整個造型的部分 好 所以各位老師 譬如說現在蔡老師選的是基隆市 好 那我們看基隆市的造型 好 那各位老師可以看一下 他其實他會不會用這種 他不一樣 但是是不同顏色 就搭配的這個空氣品質 的不一樣 譬如說他今天如果抓到基隆的 變得裡面的數據是屬於良好 他就切換到黃色 好 那如果是什麼樣 包括良好是綠色 然後普通是黃色 敏感的話是這個油色 好 類似像這樣 好 那各位老師也可以用這個 來顯示人口數 好 譬如說我們地方的人口比較多 每個地方的人口比較多 每個地方的人口比較稀疏 他可能會用不同顏色來表示 他這就是一個很好的資料 實驗的話 所以各位老師 即便你不用捏二點 我這個圖也是可以稍微留持用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我們來看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會用到 是環保署車站的資料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是不是 好 我們先看一下肌樓室 好 我們先看一下肌樓室 我們先看一下肌樓室的真實 好 那這邊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讓路易起飛點擊一下 可以看這個造型 路易起飛點擊一下 可以看這個造型 他就跑到一個位置上面去 那切換到造型1 好 切換到造型1 好 那接下來他有做一些特效處理 好 那這個的話 我們是請教老師 幫我們點擊一下 然後放大一點點 好 所以各位老師你可以看到 當你滑鼠在上面 是他有一個特效 但是特效你不要 之後拿他掉也沒關係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是一個特效的部分 好 就是當他碰到滑鼠游標 所以他量度會減 然後你一離開他 他就回原來的 好 這就是特效的部分 好 好 好 那接下來第三個也是類似 有點像特效 當他碰到滑鼠的游標 他會說中西樓齒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這對 什麼是相加人質 好 對 好 那到現在還跟P2.5 跟空間體質都沒有關係 這只是資料視覺的話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 好 那這個程式嘛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可能老師應該也OK 好 就是說 當他開始廣播 他這個會循序循座 譬如說他剛才從基隆 台北的新北 然後他就會各自送一個縣市的廣播 好 所以如果叫到基隆市 好 那這時候的設在名稱 就改成基隆 然後去抓 基隆的這個所謂的H2I的部分 抓他的H2I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 那H2I就做判斷 他要是哪個早期 大概呢 大陸就是這樣 層次很大 但是每個都一樣 就這樣 好 基隆的寫法 跟新北的寫法 都一樣 好 都一樣 好 唯一有一點 比較不一樣的部分是 新北有很多個策在 所以各位老師 您在選的時候 像這裡他新北是選法橋 好 那也可以選什麼 選土城啊 新莊啊 這些也都是新北 好 所以可能有些老師說 很奇怪 新北哪裏不好 那可能就是你的設施 可能是選他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支 程式的整個運作的過程 好 那我們直接就放前螢幕就好 直接來看一下這裡 好 那程式開始執行 然後 然後 開始 好 然後給他不同的顏色 好 小看來跑 好 換去全部好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滑鼠一上去 好 對不對 你看到各縣是 那它是什麼顏色 所以看起來 我們的花園的 空氣品質還是很好 對 對 然後西部的話 昨天晚上往下好像是雲林 就是加拿檸檬窗 空氣品質 好 那這個的話其實 飛飛小飛 跟比較大的一個 所謂的空氣品質的感覺 好 就說不是只有我們 對 因為其他花園就 不用放空頂齊了 放得是白胖 對不對 就放在那邊就有點長黑了 就是還是都是綠色良好 對不對 那依賴是X的狀況 然後對 那主要就是很特別 因為你差很不好 所以不然的話也會不會 好 那各位老師 我們要休息個10分鐘以下 那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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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